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日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首先看看最新的風暴情況 3號強風訊號現在仍然在生效 如果我們從平洲看出去可以看到 現在的風浪仍然是多大 提醒大家今天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湧浪 大家就要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可以看到 熱帶氣旋潛巴已經進入了內陸地區 今早8時時它在閘香港的西面 我們預料潛巴基本上會進入廣西的內陸 並且進一步減弱 不過留意香港風力情況方面 其實普遍地方仍然吹強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吹著涅風 所以留意3號強風訊號在中午前仍然會維持 隨後會否改發比較低的熱帶氣旋 警告訊號 視乎介紹本港風力減弱的程度 如果看看雷達圖像就可以看到 其實和淺巴相關的一些狂風驟雨 今早來說仍然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所以今天的天氣仍然也不太好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風力方面我們預料會吹強風程度的南至東南風 風勢有時侄徑 離岸和高地間中會吹裂風 稍後風勢會逐漸緩和 天色方面會多雲 初時間中會有些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稍後驟雨會減少 留意初時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湧浪 最高的氣溫大約是30度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未來幾天受到偏南氣流的影響 天氣仍然不穩定 天氣情況要到今個星期的後期 天色才會好轉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到此為止 下次見